老实和心软的人往往都很难发财 你要明白 努力根本就不会成功 自负靠的是手段和机会 每个人一生都有四次机会能让你翻身自负 只要你抓住任何一个机会 你的人生就开挂 第一机会是父母 我们一生都在奋斗去罗马的路上 但是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 你人生的高度是靠自己拼搏出来的 而你人生的起点往往都是由父母决定的 起点越高 你人生的上限就越高 我拜特劳特先生为师学习定位 其实就像是第二次投胎 他没有把他的钱分给我 但是却把他高位的认知交给了我 这才是最有价值的 第二个机会是婚姻 婚姻是第二次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 一个好的婚姻 一个可以共同奋斗的伴侣 或者能对你的事业有帮助的伴侣 可以让你的人生少奋斗很多年 第三个机会是老板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打公主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老板并不重要 成功都是靠自己 这种想法其实大错特错 如果你在1999年能遇到一个叫马云的人 如果你能在2002年加入一个叫做腾讯的小公司 我相信你也可以和那些大佬们一样功成名就 定位有个理论叫成果在外 就是你一个普通人想要逆袭 必须要学会抱大腿 要学会借力 你老板的能力决定了公司的上限 公司的上限决定了你口袋里有多少钱 所以一定要重视你的老板 它是你人生第三个翻身的机会 第四个机会是你的合作伙伴 父母决定你的起点 高度由你自己决定 但是想要成功 光靠自己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你跟什么人在一起 往往就决定了你人生的高度 定位里面就有提到 说你人生最高光的时刻 不是你一个人走 而是取决于跟谁一起走 我跟你说个故事 你就明白了 有一个人 他红了一千年 这个人叫汪伦 他邀请李白到他们家做客 每天好酒好菜招待着 在李白临走那天 他送给李白八匹骏马 十匹警断 并在桃花坛的码头设验 李白践行 李白面对这么厚重的一份礼物 感动之际 便作诗一首 他说 李白成舟将遇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坛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汪伦就这样名流千史 所以你学会定位以后 再去看商业 看人性 看家庭 看人际交往 都会特别通透 你会发现财富是对认知的补偿 而不是对勤奋的奖赏 这个理论真的建议你好好学习 我也是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 是定位这个理论颠覆了我的认知 我以前赚钱完全是靠辛苦 靠努力 自从接触定位之后 特劳特先生解答了我的问题 并告诉我在这个时代 该如何去赚钱 并持续的赚钱 如果你真的想把生意做好 我建议你买一个365 那里面我讲了8个小时的课程 那么不做生意的人 能不能学习定位呢 当然可以的 人生也是需要定位呢 我在银行任职 从零做到年薪800万 就是因为我学习了定位 从此之后 我无论做什么都很顺 领导很赏识我 夫妻关系也处理得很好 你也一样 拥抱定位 你的生活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且365不仅仅适合企业家和公司高管 同样适合所有上班一族或者迷茫的人 也适合一些想创业 正在寻找机会的人 365元每天只要一块钱 买它肯定不会错的 我们一起学习定位 一起提升认知 从此人生就可以顺风顺水